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是9月29日星期二 逢星期二都是我去荔枝角修学所探快必 因为星期二晚我要做D100的人民主场节目 快必继续在荔枝角修学所做不到 所以我也想第一时间带第一新消息给D100的听众 所以大家就让我逢星期二去探快必 其实如果正常那条队 就已经排到10月中了 因为的而且有很多 无论是社运界、政圈界 或者快必自己的亲朋好友 都很想去探快必 见一下他和鼓励一下他 所以如果真的要排 排完一次再想探第二次 可能要整个月了 现在我还在争很多人 还没给到其他 譬如刘公子 就说何时轮到我探第二次 今天有一位也是快必的好朋友 我帮他八尖 希望可以探到快必 但是如果我告诉大家他是谁 我想大家都不会介意 他就是被告暴动的社工陈鸿秀 陈鸿秀原来和快必的家人都很熟 他自己虽然是面对着官司 他也很记挂着快必 我知道今早一探完快必出来 听到一个好消息就是 他不是判无罪 而是他的表面证供不成立 是撤销暴动控罪 是当庭释放的 其实我觉得 这些警察和律政司 在不够证据之下 去暖告人 现在是没有后果的 撤销控罪 或者表面证供不成立 就当是没有事发生过 但是被抓的人 经历了多少 身心灵 身体 精神上的痛苦 不要说如果收押了 那些 不能保释 自由也没有了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 陈鸿秀 可以叫做当庭释放 当然我立刻联络他 就说 你有没有时间 探一下快必 他说当然有 他是很想去见快必 但是他 他星期一却不用上班 只是星期六日才行 我就立刻帮他 去排个快期 星期六日 下个星期六日 就可以安排到他去探一下快必 多谢所有的朋友 曾经关心过 表达过想探一下快必的朋友 都多谢你们 不过我最想 就是你们探不到快必 或者排不到队探一下快必 大家都明白我说的道理是什么 就是如果他早点放出来 那你们就排到十月底 那些 就探不到 因为他已经放出来 就不用大家探 可以来街站 去跟我们打气 所以 大家探不到排队 探不到第二次的那些 是好事来的 每次我探快必 就 其实两个傻佬 最喜欢讲的一个话题 就是问对方 喂 我有没有瘦了 然后他又问我 喂 我有没有瘦了 我当然说有 他真的瘦了 但是瘦了 就是 但是他说自己 每天做45分钟的运动 我们就不太相信 他说他做掌上压 掌上压 怎么做到45分钟 是吧 做十多二十下 很尽 还有他说他有腹肌 他当场是揭开了他的腹肌 给我们看的 的确是有一块腹肌 但是 你看到他这么有活力 这么有精神 当然都会 都会看他开心 今天他就和我们分享了一些 在荔枝国收约所的日试 例如说 关于剪脚甲这个问题 他就说 荔枝国收约所的指甲钳 就是共用的 要借才用的 借才可以用 当然不让你保持 因为它是金属 竟然剪脚甲 就剪到指甲钳是烂了 要赔的 但是我想带出一个 关于卫生的问题 因为指甲钳是共用的 他对面仓是梁仲恒 梁仲恒提醒他 给了一些酒精消毒纸巾 让他剪之前 就抹一下 很感谢梁仲恒 梁仲恒今天 就已经 刑满出狱了 今早我也看到他有些朋友 就在荔枝国收约所门口 是等他的 虽然他采取完 但是他也继续在上诉 快必还有关于他看书的问题 新的六本书已经进入给他了 我就问 为什么你看看 少傲江湖 现在又说看天龙百步 你进入了两本少傲江湖 原来 他说他已经决定了 就是不会再进入武学小说了 因为武学小说 在程教署里面的图书馆有得借的 因为你进入了四本 天龙百步 其实六本 已经用了大半 其实他只是一本书 就是一本小说 所以他宁愿在收纳所里面借 就不叫我们进入 那为什么 看看少傲江湖 又转到天龙百步 他就因为手下锁 就不齐这个 少傲江湖 断了 所以就不看少傲江湖 就决定 看天龙百步 好 还有一样 其实他也很期待 回来见大家 所以 他已经在填着圣诞歌 你知道他每逢圣诞节 喜欢报街音 填着歌词 唱衰些 黑景 官员 他现在已经填着 新一年度的圣诞歌 当然我们很希望 他能够亲自出来 和大家一起报街音 一起唱这些圣诞歌 证明他也是很 很想念大家 和很期待 回来 今天 阿快必的标题 我写作 阿快必说他在荔枝角收纳所 就等 那些留任的议员 这个其实我还没说完 是等留任的议员 去探计他 其实 今次民主派这个民调的结果 都是我们的意料之内 因为的而且民意是有很大的分歧 5050 这样 所以做完的民调 我们都估计 就是 无论是走还是留 都是5.50% 那就是回到最后 就是他们自己 自己做一个 所谓政治的判断 政治的决定 这样 那么 我们再 再说他 或者再骂他 其实这件事的帮助都不是很大 那就是快必 如果他在外面 做着节目的时候 可能他会 会骂 会批评 但是 今时今日 他就说 他都很欢迎这些民主派的议员 去荔枝角收纳所探议他的 尤其是一些议员 他们说到 那个议员 如果继续留任做议员 有很多 很多资源 很多影响力 很多权力 其中一个 就是可以去监狱探手足 所以快必都很乐意 是他们去探议他的 包括他特别点名 邵家俊 邵家俊很关注 囚友的囚权 以及王碧云 他点名 王碧云他就说 荔枝角收纳所 是不是都是属于九龙西的 王碧云的选区 所以他是没有分 如果谁想去探议他的时间 是可以安排到的 他都欢迎 因为如果疫情过后 议员其实是可以公务探訪的 公务探訪 就不用隔着玻璃 对玻璃 靠个电话 就讲15分钟 可以开间房 大家是面对面 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 一个多钟头 都可以谈到 谈到 以及可以反映一些问题 给那些议员知道 我们分得很清楚 公务探訪 和私人探訪 私人探訪 就是亲友 是讲大家亲友之间的关系 公务探訪 就是讲 可能他在 程教所里面的状况 有什么需要协助 或者有什么法律意见 这些都是通过公务探訪 去处理的 继续 我都会更新大家 快必的最新消息 但我今晚想说 就是 如果大家真的想 知道快必的最新消息 最好 就是去听 他每天在 黎智国厂所 寫出来的信 叫做 快必的Patreon 就可以第一时间 听到快必每天寫出来的 欲中书摘 这个也是 是关注他的表现 亦都是对他的支持 我上次问 我每天问他 数目多少 他就过了500 Patreon 过了500 那我呢 当然 好了 宣传完快必也是宣传自己 我仍然是400多 就向着 应该是 刚刚400 差不多 不是400多 我希望可以快些追到快必 既然我们 我也就是我 昨天宣布了 正式会离开立法会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在立法会 离开了一个崗位 不代表我 从此退隐江湖 不问世事 反过来 在不同的位置 都试试用不同的角度 去为这场运动出力 所以 都是很想大家 继续支持我们 尤其是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以及 我们的Patreon 你们的支持 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这个 由十月开始 我就会 在YouTube 做一些 时时的评论 当然现在很多KOL 都会有每天即时的 时时的评论 但除了时时的评论之外 我总是有个心愿 就是做多一些可以 有 流传价值的东西 比如一些知识的流传 或者一些懒人包 好像现在我做了 立法会补习班 这些都是 虽然 即时 它未必会有很大的 很多人去看 如果你比较即时 你当然是每天即食的新闻 你讲一些最juicy 最大家关心的新闻 就会即时那一两天 最多人看 但是 这些即时一两天 最多人看的东西 可能过到第三天 第四天 就已经没什么人看 每天有新的东西出现 你都不会重温一个星期之前 什么生 谁去评论 当日的新闻 但是 如果做一些 会超越时间性的 有些知识的 例如我现在做的立法会补习班 将很多概念的东西 是想讲清楚给大家听 那你今天听 一个星期后听 或者一个月后听 或者到明年 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听 或者搜索回来听 都是有它的价值 和有它的作用在 譬如 今天很多报纸在这里说 民主派 现在 再多走三个 包括我 朱凯迪 和陈淑庄 剩下 21个人 到底剩下21个人 有报纸就说 就失去关键否决权 那我就想说 这是错的 如果想 想知道清楚一点 就可以看回我立法会补习班 里面 那一辑叫关键小数 你们就会知道 究竟什么叫否决权 什么议案 在什么情况之下通过 那些都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今晚又不想 花很多时间去重复这件事 第一 政改方案是要全体议员的三分二 才可以通过 不是说你够不够三分一 去否决这个议案 当然如果全体议员是七十的话 那你要否决 当然你要九三分一 但是现在立法会的议员人数 总人数是六十二人 为什么是六十二人 之前有四大空决 包括长毛、范国威、欧乐軒 以及去了做官的何启明 后来DQ迷陈凯欣 就有五个空决 那现在加上十月一日之后 朱凯迪、陈淑庄和我 都不延任 所以就有八个空决 那总共是六十二人 六十二人 如果是三分二 是多少 最少呢 或者三分一是多少 三分一就是 你有二十一 就已经足够三分一 所以现在 民主派 即加上陈佩妍 和鄭松泰 就有二十一个 就足够三分一 即是首倒 不会被对方否决 因为梁君彦也不投票 所以建制派 那个四十二人 如果减乎梁君彦 只有四十一个人 四十一个人 在六十二个人里面 他是不够三分二 所以他不可以 是取消一个议员资格 那当然你说 如果有什么陷失 投云生兴 谁去了坐牢 被人拘捕 那这个就后话了 我们都不知道 最后有多少人会 未来这一年 多少人会走开走埋 至于政改方案 或者修改基本法 是要七十个议席里面的三分二 即是有四十七票 才能够通过得到 那现在建制派 如果42人 就算梁君彦投票也是42人 所以 是不会通过到政改 不会通过到修改基本法 至于其他议案 就没有了 其他议案 因为政府议案 就是简单多数的 他们多过三十五人 或者现在在 六十二里面 多过三十一人 那就已经可以 政府的议案 会通过了 至于议员议案 就因为在地区直选 和功能组别 他们都是过半数 所以他们又是可以通过 这些概念上的事情 虽然说了很多次 但很多人都不明白 连这些很资深写政治新闻的人 竟然都说 立会非建制派失关键否决权 这是错的 所以不好听 关于今次民调的结果 我这个时候 都不想说太多 我在刚才七点半钟 在D100的人民主场 我和刘佣刘家雄 都分析了 有些说话 我们平时都没有说得很清楚 今次又说多了 大家有机会可以听回 反而离任前夕 明天 我就想说真情对话 或者深情对话 对于Tanya 今天宣布她 都是离开和退党 你说我一早知道 我又不是 但其实陈淑庄 他是轻轻说过给我知道 他不是说 他决定了这样做 而是说出一个scenario 就是一个可能性 你问我 可能陈淑庄 是比我和朱凯迪 是更早决定离开的 更早决定 不会延任的 但外于 因为她有政党 她是公民党的党员 而党就决定留下 即倾向留下 或者 虽然最后说看民调 但是因为党的立场 就说倾向留下 如果陈淑庄太早 或者他一早 说了他要离开 始终他觉得 对党也未必好 对民调 他也担心会有影响 为什么 因为Tanya 最简单 他又没有报名参选第七届 已经预计了 所有事情 即是预计了结束他办事处 预计了 预计了 他下一届 无论立刻 选举 还是明年九月 还是再迟 其实他都无缘参加这个选举 因为 他是 这个 判了三个月以上 五年之内 是不能参选的 加上他有健康理由 大家知道 还有他家 他想照顾他妈妈 或者多些时间陪伴他妈妈 还有其实 他也是一个 很有原则的议员 就是我私底下 跟他谈很早期的时候 他都有告诉我 就是他 他在公民党里面 也不是主流派 公民党里面的主流派就是 无论是流水过流 还是流低过流 公民党的主流派就是主流派 听不明白? 公民党里面的大多数就是想留下 那陈淑庄第一 都不是主流派 所以他一直都忍得很辛苦 他又要做民主派的召集人 但是他又不说他自己的立场出来 所以 这段日子 都是多谢Tanya 不过 Tanya觉得他今天 民调有了结果 才说是比较适合的时间 但是有些人就反过来说 他就说 Tanya今天这样去说 反而 就好像令到公民党有点尴尬 但其实 没有一个 good timing 或者perfect timing 他始终都要说 你说我day one说 就是说得更快 我和朱凯迪 那样 又是公民党 又是尴尬 甚至 会令到很多人给压力公民党 你看陈淑庄都是这样 你们应该跟陈淑庄 但是他今天至说 有人又说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骂公民党 骂整个主流派 那样 那陈淑庄一说 就好像他 就有个道德高地 就已经抽出来了 但怎样都好 就是他真心的决定 无论 流还是走 都有人骂了 他也不是要下届选 或者要怎么样 是为他未来的选举工程 他现在甚至是退出政圈 有人说 不如你和朱凯迪 和陈淑庄 组织起来 甚至叫他们 加入人民力量 那Tania 当然不会 Tania 他真的说 退出政坛 我本来还有一个心愿 本来是想和他做的 就是我们经常说 开一个动督唱的 一个表演 我们还说 颇气曲中心 又可以动督笑 就是他强下 东攻西攻 然后讲十几分钟 又可以唱一首歌 你知道他也是唱得之人 这个就是 我是其中一个心愿 所以就算不从政 或者不直接参与议会工作 在议会外面 都可以有文化上 音乐上 都可以是一个抗争的行为 但是当然随缘 就是缘分到就做 大家看看身体状况 还有到时的热情 激情 是怎样 的而且 陈淑庄 我也是一个挺欣赏的议员 我今天也分享了一幅 我第一幅和他的合照 就是十年前 就是十年前 我又未参政 我还有一个电台DJ 过气电台DJ 没有做 我见他们五区公投 真的做得这么出力 我就自己举手 就说 不如我来帮你开街站 我以前帮那些商台同事 做一些区议会的街站 叫做助选 但立法会就没试过 法会那次真是第一次 也之前不认识陈淑庄 只是很欣赏他 当日就去到合和 我还记得和他一起开街站 因为他说当时合和和他是仇人 他是常常在合和用地和发展上 和他针锋相对 所以合和的保安就很针对他开街站 就说 这是我们的地方 你走出一点 走出一点 走出马路 给车车亲 那次我正式认识了他 后来我们也有很多故事 其实我一早约了陈淑庄 慶祝生日 他是处女座 不过我的处女座生日饭 就吃到现在天平座都没吃完 那我过两天就会和他吃饭 聊聊聊 今天我也有去他房去探讨他 真情对话 不过他就不想 我和朱佳迪和他好像同一阵线 会令到一些人尴尬 或者炒作 因为他通常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说话 每一张照片 都会令到有些人不开心 又会成为一些人攻击 另一些人的工具 譬如我们Facebook说了两句 又做了新闻 杜汶集说 本来要和他绝交 不理他 幸好他现在退出了公民党 我说了一句 約吃饭 然后也做了新闻 你上去苹果 看回找回这段新闻 第二个要多谢 我要多谢陈淑庄 第二个要多谢朱海迪 朱海迪真的是 他经常说我是前辈 因为我做祖祖四年 朱海迪的出现 的而且令到议会 整个民主派 推我们去想多几步 不是说 什么叫进造 你看到一滴的表现 就是这叫进造 虽然所谓进造 某些人都觉得是未够 但起码不是说 看到墙墙就算了 很多情况之下 你都看到 如果没有朱海迪在 我都说了 无论是杯葛的决定 是不会那么清晰地表达 尤其议会抗争的行动 都是他很努力去建议 去沙盘推演 令到他去发生 今晚如果要多说一件 比较真情对话的事 平时外面我就不说了 大家有缘看到就说 譬如上次臭水事件 最后我们每人都要赔十几万 去做立法会的清洁费 这件事 当然是朱海迪 他的提议是他最多 大家都知道 大家也没有人反对 没有人反对 这个行动 但到了做完 要罚钱 有个议员提出 不如这样吧 民主派一起夹回 我不是在会里面 但我听到 有些人说 不行 因为我不同意 如果我夹回 好像我同意 是同谋 终于夹那些便夹 不要说要全部人夹 我当时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都真的 倒抽一口凉气 我当然最后 没有再提过 没有说会不会 大家夹回 但是 这个例子 你就看到 民主派 大家的抗争路线 会不同 风格 可能会不同 走到多少 走多远 或者有多激烈 大家不同 但是 我们不是忽然间 说要爆出来去做 如果有人建议的时候 也没有人去反对 或者给不同的意见 但是发生了 又好像要 或清界线 这些感觉 都真的不是那么好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 累积回来的 未来 我对主流派的 现在 不可以说主流派 赢了 大家知道 不是民调决定 他们留下的 而是民调决定不了 所以他们去做一个政治判断 是 留下的 抗争的程度是如何 是否会比以前更加激烈 是否付出会更加多 我想他们是要 好好去想 想清楚 既然你作出一个这样的决定 有些人说 离开容易留下 更加艰难 留下艰难 因为你会动辰得够 现在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很多批评 甚至骂 用时间 用时间去看 如果 10月开工的时候 如果真的拼到尽 又拉又告又锁 大家是无话可说的 就算今天说到 挺难听的说话说的时候 到真的看到他们 到战场的时候 看到大家真的 鞠躬尽碎 死而后耳 不会再有人闹 所以是用行动 去证明你们忍一下 忍 忍 我叫主流派 忍一下这个月 大家对你们的批评 不必和大家辩驳 口头上说拼赢 我说你们有说 Action now the Action speed now the 的意思就是 说多无谓 行动最实 行动就证明 你们说的东西是真是假 是对 是错 这是我对主流派的忠告 还有有人问我 会怎样跟他合作 有电台让我星期六上去 节目我都推了 因为在这个阶段 我应该是说这帮留在议会的人 他想着怎样跟民间社会的合作 当然我听到刘永康说 是不是问主流派 可不可以共享一些资源 跟民间 但我们或者他们这样提出 我觉得都不是 不是一件 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其实应该是那帮主流派 主动去提出一些方案 出来 所谓的合作方案 或者你需要我们 但我老实说 我今天在D100都说 我和主流派的合作 不是无条件的 因为现在其实 都是一个疑 就是怀疑 到底他们是否 洗心革面 是否会全力一拼呢 还是另一边 是否都会拿流滩呢 如果是这样 我现在立刻和你 进入一个合作的关系 又好像过去那样 其实当你合作的时候 你就不好意思 或者不会去批评 他们批评得这么多 有时又被外面人批评 或者是同流合乌 可能重一些 总之 就是 互相维护 明知做错事 做得不对 又不坦白说 未来的日子 这几个月最少 我可以比较在旁观 或者抽离的角度 去和大家一起监察这个议会 当然 建制派都是要监察 林郑政府都要监察 但是 这班主流派 他们既然承诺 用这么大的决心 就算千呼所致 都觉得 他们要是 牺牲都要 都要留下的话 他们有没有去交功课 有没有去尽力 的确是很关键的 最后不是说我们得益了 拿到道德高地 其实我说很多次 我们有没有参选都不知道 是吧 还怎样去做些计算 我下届选举9月 就会多拿你的票 完全是没有这个计算 在里面 最想见到的 当然是留下的人 做到他们说的 会做的事 就算做不到 起码都你看到他们 尽了他们的最大能力去做 就是不要让我看到 就是 出席率又低 又没有投票 又常常支持政府 这样 好了 今晚说到这里 明天就是我最后一天 在立法会 其实忙到一头烟 就是要收拾东西 我的心愿就是 明天之后 这一年 都不回到这座大楼里面 但可能实际到的时候 就未必可以 所以 因为收拾东西 真的 我明天会想在立法会 自己拍些东西 和大家分享 如果想支持我 那 收多一次 朱凯迪也开了 也不能烦 Patreon 如果大家经常说 欣赏我和朱凯迪 就是 勇敢作出你的决定 也请你们用行动支持我们 订阅我的Facebook 的 专业 YouTube Channel 以及 订阅我们的Patreon 令到我们真的有资源 有力量 可以在议会外 在未来这几个月 都可以做到我们想做的事情 拜拜